府運為臺中市相當的緊張 難道是怕年底的選情嗎 代表民進黨參選大臺中市長的蘇嘉全 在今天正式成為臺中人 今天上午把戶口 遷到了臺中縣豐原市 要展開他的競選工作 而針對胡志強連夜 撤換了臺中市警察局長胡沐元 蘇嘉全認為不應該拿他來當 戴罪羔羊 戶籍遷入豐原市 蘇嘉全的競選工作正式開始 参拜媽祖祈求國泰民安 不過臺中市最近治安頻頻出狀況 胡志強不留情面的勤走胡沐元 蘇嘉全看來實在情何以堪 我們碰到一個事情 絕對要追究原因 原因在哪裡 針對事情發生的原因在做處置 而不是找一個人 或誰來做一個替罪的搞牙 胡志強快刀斬亂麻還是不能夠止血 因為向來超有人氣的他 民調一下子掉了九個百分點 不過蘇嘉全認為民意如流水 不能夠以此看全盤 另外胡志強三號在議會提到 有對手透過八大行業放話 要讓他沒頭路 胡志強安喻的對手是不是蘇嘉全 蘇嘉全表示 他不了解胡志強當時說這些話的脈絡 不想回應 更不想對號入座 民視新聞李坤熙賴政坤台中報導